据报道,张志玲在9月21日成为热门话题,据称,她与一起数十亿元的虚拟财产诈骗案有关,目前正被警察拘捕,并有可能面临刑事起诉。 更令人惊讶的是,这件案子还牵扯到了她花天酒地的生活。 据说,张志玲和她的妻子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,甚至有消息说,她们的床上用品都是限量版的爱马仕,这一曝光使她的道德受到质疑。 既然如此,张志玲为什么会被抓,她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? 经过了这样的事情,她还能不能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,一个巨大的骗局,张志玲被抓这件事情让不少人都是一惊。 毕竟,张志玲凭借着精湛的表演和好的形象,在影坛上广受好评,这就让人怀疑了,张志玲怎么会做出这种坑蒙拐骗的事情来? 她一天都能赚到288万了,怎么加财万贯的张志玲最后却因为钱而输掉了呢? 时间回到了2022年,那是一个酷暑难耐的夏天。 一股数码资产的热潮席卷了整个城市,也点燃了投资者们对虚拟财产的渴望。 这是一个机会与危机共存的年代,主角张志玲正处在时间的转折点。 在2022年3月,张志玲与一家名为GPX的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。 GPX是一家于2020年创立的公司,它是一家年轻且充满生机的公司。 该公司充分利用社会媒体和名人的影响力,赢得了许多投资人的青睐。 不过,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。 据知情人透露,张志玲曾经帮助过一个骗局,这个骗局借着自己的名气赚钱,但很快就被警方取缔了。 而GPX在很短的时间里,就从这个骗局中捞到了上亿的巨款。 这样的骗局骗到钱就撤,但骗子们都跑了,只剩下张志玲一个人。 随后,警察介入了此事,最后张志玲也被带回了警局。 这件事牵扯到的钱太多了,引起了社会的震动,也让很多人对这些明星所做的广告的真假产生了质疑。 名人代言既是一种商业活动,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感,名人对其所代表的商品负有连带责任。 张志玲的经纪公司称,GPX曾于2022年3月邀请张志玲拍摄一段宣传片,并表示其是在国外注册的,并可提供有关证件。 按理说,以张志玲的艺人身份,完全可以养活一家人,但是从爱马仕的限量版床上用品到一身奢华的衣服,他们好像永远都在逛街,因此他们必须寻找更多的商业伙伴,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。 袁永怡的大手大脚也让他们的花销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收入,这让他们很是为难,不知道如何是好。 而此时,GPX也主动地找上了他们,想要让张志玲成为他们公司的代言人,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 代言就是赚钱,这对缺钱的福气而言绝对是一大笔钱,所以张志玲毫不犹豫地同意了,然后又应其请求拍摄了该宣传片。 可是两个月后,GPX被发现了违法行为,公司警告GPX在没有拿到证书之前,GPX不能再用张志玲做广告了。 很显然,公司是想要将张志玲从骗局中解救出来。 对于网友们的质疑,张志玲的经纪公司很快就做出了回应,不过他们并没有向被欺骗的员工道歉,而是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GPX的身上。 不过,网友们并不相信张志玲的说法,如果张志玲不进行宣,传那么这次的诈骗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。 但是,张志玲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复,而张志玲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,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张志玲夫妇二人的奢侈生活。 香港媒体也爆出张志玲夫妻二人奢华的生活,他们的家居生活被视为奢侈至极,就连床上用品也是爱马仕的限量款。 此次,GPX欺诈案涉及的资金达到了10亿美元之巨,许多家庭都受到了波及。 这件事给张志玲特别是在香港的演艺生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,因此电影公司不得不重新考虑和他继续合作的可能性。 尽管张志玲坚称自己一年前就与GPX公司解除了合约并对其造成了损害,但他仍然要对此负责。 而且这一事件给香港演艺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,尤其是关于艺人的乱代言问题,更是引发了很多人的注意。 其中有不少艺人的问题被揭露出来,名人要对他们的行动承担责任,不然就会被行业所禁止。 这件事并不只是张志玲一个人的事情,更是一个对所有名人代言人的深刻教训。 名人在做广告时一定要慎重,要知道代言公司的法律地位及产品的品质,这样才能避免将来的风险。 我们还应当重新思考,社会媒体的发展是否还会有更多的隐患,我们对那些财富之心的盲目崇拜程度有多高。 它就像一面明镜,映照着我们的言行举止,映照着我们的价值观。 在看张志玲儿子,近日是因为他又做出了一个很明显的辱华动作,引起网友强烈不满。 不仅如此,歌词里面还要辱华的成分。 这个视频曝光之后,引起网友质疑,一个16岁的小孩子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? 张木桐在视频中表演的是一首自己创作的说唱歌曲,歌词处处都是内涵,还有很多暗示的意思。 他在歌曲中唱道《我问他们是否能看见咪咪眼》,这种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词语,从他嘴里唱出来,感觉非常幼稚和可笑。 更加过分的是,张木桐还做出了一个双手拉眼角的动作。 大家都知道,有些外国人也会做这个动作,这是一种种族歧视性的表现方式。 不仅是中国人,还有不少亚裔也会受到这种侮辱。 而张木桐作为一个中国人,他明目张胆地表现出他的无知,让网友非常气愤。 张木桐还在歌词中内涵有些人吃狗肉,这也是外国经常说起的一个话题。 不知道张木桐哪里学到的这些东西,把他几乎所有学到的东西都在歌里暴露出来。 网友质疑他的教育问题,张志林夫妇平时给他灌输的是什么思想? 一个乳臭胃肝的小孩子,怎么中毒这么严重呢? 张木桐还用筷子来嘲讽大家,这个梗之前出现在一个国外品牌的广告中。 一个模特化着奇怪的妆,用筷子吃着一些很奇怪的食物,当时也是引起很大的争议。 网友猜测,这个张木桐平时不好好学习,他接触的都是一些国外不好的东西。 就算他年纪小不懂事,他的父母难道不会管吗? 张木桐还提到香港和台湾,暗示这里的人吃狗肉,要知道他的父母和祖辈也是广东人,说的也是粤语。 网友骂道,张木桐这是连祖辈都不认了,大言不惭地说出这种话。 作为家长,张志林和袁永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,平时他们俩都口口声声地说爱国,经常来内地参加节目赚钱,自己的孩子出现问题,他们也有责任。 张木桐今年才16岁,之前他就说出有问题的话,在一次节目中,现场连线张志林说他在内地,结果张木桐当着大家的面,大声说不,你在中国。 这是很有问题的一句话,很不情愿地不承认他是中国人。 张志林最近也是麻烦不断,据媒体报道称,他涉嫌参与加密货币交易,被警方叫去协助调查。 尽管他回应称,之前发现有问题就不合作了,但还是受到很大影响。 现在,他的儿子再次出现辱华行为,张志林和袁永怡难辞其咎,两人娇生惯养的儿子闯祸了。 其实,张志林和袁永怡的口碑还是不错的,他们多次表达爱国情怀,在内地的人缘也很好。 上次张志木桐出现问题,两口子还出来道歉,称会加强儿子的教育。 现在看来,张木桐不仅没有学好,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开始了自己的无知行为。 张志林身为演艺圈中的一位巨星,是实力派演员张志林在《笑侠楚流香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中大放异彩这些出色的角色,使他赢得了不少粉丝。 艺术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,而张志林能以一步又一步的作品来打动观众,足见他对表演的执着和热爱。 现在,他深陷险境,外界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测,他的私生活也让人浮想连天。 毕竟,这种奢侈的生活,一般人根本无法企及。 当然,人们除了对名人巨额财产的隐秘,表示钦佩外,更多人对他们的这种行为感到好奇。 我们不免要想,名人的财富究竟是怎么来的? 他们平日里穿的名牌衣服,开的豪车,又是怎么得到的? 此次张志林事件,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,同时也是我们更想要认识的。 在这个世界上,娱乐圈和一般人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异? 但是,张志林被带回警局,却值得我们去思考,奢华生活的隐忧与成本究竟值不值? 明星们的奢侈生活达到了某种程度,自然会引发人们的关注与忧虑。 大众对明星的期望,不仅在于其优秀的演出与音乐,更在于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规范。 明星一旦沉迷于对奢华的追求,势必引起社会的不满与怀疑。 在这样一个变化不断的年代,我们必须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行动与选择,对金钱名利的盲目追逐将使我们陷于危险之中。 名人也不能只为钱做广告,而是要将其影响转化为对社会的积极影响。 这件事并不只是一个娱乐圈的小插曲,而是一则令人深思的预言。 让我们共同思考,并让这一教训的光芒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。 名利固然可以给人们带来物质上的享受,但诚信与道德更为重要。 许多情况下,背叛、欺骗、违法这些都被掩盖在了名誉和利益的背后,这不仅仅是对别人的伤害,更是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损害。 所以,在追寻公民和财富的过程中,我们要永远记住诚实是第一位的,这不仅是为了自己,也是为了别人,为了社会。